这么傻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荷兰开封 咱们白大哥的老江里 隔壁来到好几次了 这一次咱们过来干啥 卖大蒜 对 过来卖大蒜 大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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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大蒜 这么着急啊 哎呦 来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白大哥给我们演 试一下怎么挖蒜 好吧 不会啊 哦 我第一个就把脱弱了 哎 哎 现在我教一下这个怎么弄 不好意思 就算这么好 那就拉到吃饭没人要 这个蒜根大概这么粗 它这个上估计也就这一圈 大概有这么大 大概就这么大嘛 一般我们这挖蒜 那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扎这边 你圆点 你这样一扎 然后这样 它就出来了 主要现在这个泥有点软 如果硬土的话 这样一比就出来了 你看 就是这样挖 哇 好 就这个意思啊 郭哥 你们这边挖早上几点啊 挖蒜啊 挖蒜啊 挖蒜一般都早上两点多起了 两点 就准备准备 等到天亮的时候 中午太热受不了 人家人类的受不了 不能行 全是人工一个一个碗 都是人工一个碗 这个新鲜的蒜 现在做糖饭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是吧 咱们干蒜天天有 大蒜 新鲜的蒜 今天只有这几瓶 一点就这一季 这蒜漂不全量 然后把这个去掉啊 然后这上面给它去掉 给朋友带泥去发后 然后带头发后 就保住这个蒜的完整度和新鲜度 我最近到了荷兰这几天 我特别喜欢吃蒜 现在吃是吧 天天吃 是我租首都租首 哦 门里也租首 它叫个香啊 是肉啊 那是肉香 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的话 要配着吃 蒜啊 这么蒜 还可以还可以 不至于那么辣吧 不辣 一点都不辣 不会流泪 没流泪 再来一半 不要 不要 不辣 不吃 今天白大哥 然后带我们来挖这个蒜 感受一下这个中原的这个平原 你看一望无际 然后都是大蒜 今天我们都来的比较少 然后明天我们会去一个很大的地方 对 明天今天 早上就是 晚点吧 五点吧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把人家大蒜都给删掉了 晚点吧 晚五点已经很晚了 朋友们 你们觉得来 咱们晚点去床嘛 明天咱们晚点直播 好吧 五点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